在這個地方委員上了一課 臺北市民還是有水平 臺北市政府 到底對今後的 比較細緻一點的地方應該怎麼做 有時候我都有點衝動 上屆搶賣給我 他們有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短期內 到底應該怎麼使用 到底市政府裡面 比較小一點點 第二點 這個地方如果有 新建的機會的時候 對周邊的路根 或者是環境的改善 市政府有沒有一些 比較發展的想法 其實這個都是比較長遠一點的看法 那我今天的發言 國文委員一定要確定在 市政府剛才講的博德公司 這個是國安權權確定的 我們在發言過半段下去 如果說 還沒有完全確定在怎麼講過半段 我是覺得真的是不太好 這是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 我是贊成容積不要那麼高 我也請居民們了解 臺北市今天的公營住宅發展的政策要支持 因為我們現在的公營住宅 新建的水準跟方式 跟管理方式 已經不是過去的國民住宅那個時代 因為我們這個物業管理 政府相對的民間參與的管理開發 還是越來越有水準 所以這邊應該 公營住宅還是要支持 那我最感覺到奇異的是 原來6.5公頃一塊土地 居然化分成三塊 這三塊就是一地一物 一物一用 一地一物就是變成三種不同的東西 原來就是一塊土地 那為什麼不回覆到 原來一塊土地裡面 區達到 同時也能夠成功公營住宅 同時容積宴也稍微維持兩百億 還有整體規劃 對周邊的公共設施道路有貢獻 那樣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剛才很多歐巴巴巴民民間的NGO代表 他們是發揮的很有血淳 希望政府能夠興趣 希望他們能夠進行 好 謝謝 來 其他行委員 再說 我是想